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免費訂閱 剛才做甚麼就是示範一個非常有趣的大日曆 給大家看看 這隻是Saneth Pilot的一隻空軍概念 一隻碗錶 Chronograph計時加上剛才的大日曆 有些朋友經常問我大日曆 這兩個轉判是分別獨立運作 個位數字平時會跳這個日曆 雙位數字好像剛才跳的時間 就兩邊一起跳 這次日曆的設計 除了大一點之外 就告訴大家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設計 雙機器有兩個機制 這隻Saneth Pilot 大家都知道 Saneth真正正有空軍的歷史元素 一次大戰 曾經真正幫法國空軍做過換錶 其後 就算是2000年的幻影戰機 空軍機師Saneth也有幫他們做一些換錶 因此 真真正正的軍事品牌 就不是絕對市面上一些其他品牌 就無端端冒起自己是軍事品牌 這個錶可以欣賞的東西是非常多的 典型的黑底白字的軍錶 的字樣和設計 計時錶 兩圈的設定 我非常喜歡它的尺寸設計 它是42的大小 這隻手錶 就用短一點 這次戴上手就大約41.5 至42左右 不會很大隻 但又會比一般的40mm大一點 整隻錶的size非常適合 除了外形設計不錯之外 這條帶也是市面上 我很欣賞這種Mesh Finish 因為除了本身很亮麗之外 其實你看到它的柔軟度很高 而且它的可塑性是極高 跟一般你打開努力士的Oyster帶 豪式版帶你會發覺它是一格一格的 因此即使毛頓做到多貼手也不會極度貼手 比較舒服的努力士的豬帶 但它拿與拿之間都是大粒 去到最極致的鋼帶最舒服的是這種Mesh Finishing 就像屍體般滑的 戴上手真的非常舒服而且貼手 非常非常棒 它是鋼帶但假裝有皮帶的元素 在這個位置 吸進去 也是一個DEPOINT BUCKLE 因此整個标有鋼帶的 防水防汗 很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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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皮帶 舒適 但又不會受害 這條帶我覺得是非常高分的 我經常都說 SANIF 我很欣賞他 他每一隻錶都基本上為了他的緣故 做一個特別設計的扣 跟我們一般的品牌 扣你見了四百多五百次 不同的錶都是那個扣 但是SANIF 每隻錶的扣都不同 我真的服了他這一點 非常棒的這條錶帶 當然有些朋友說 雖然這條原裝帶很棒 但是戴PILOT 他喜歡戴一些 Exhausted的皮帶 好像很舊的感覺 也是OK的 隨便換就可以了 因為一些朋友看到 一看到這些直的 脖子的這個位 他就認為會不會是耿耳 因為軍錶 其實應該是這樣設計的 這隻耿耳朵 正常以前的軍錶 這個就動不了 這條巴是死的 是連著這個殼的 或者是看死的 讓你在中間穿尼龍帶 或者一些 皮質的帶去用 不會掉了 但是當然 今時今日 現代 他的設計 你表面上看 就是 繼續用這種 好像死了耿的耳朵 實際上後面 當然可以捉出來 因為你真的不是拿去打仗 你拿去味道 就可以捉出來 那就更加好 因為你可以換一條皮帶 或者自己喜歡的帶 去用 這條錶 當然 所謂四大高手之一 SANIF 當然 計時錶 當然是自己典型的 LP Mero 就是勞力士 都曾經覺得他很棒 要買回去 改裝成為 Daytona 16520的那一隻 當然他在他家族裏面 但是當然是他家族裏面 的 其他型號 4010 是一隻高頻 3600鑽 所謂3600鑽 Vibration for Per Hour 的一隻 Column Reel Colico Crutch 的一隻 自動計時 他打磨 比一般的 LP Mero 做得再細緻一點 因為LP Mero 是一隻 很強功能的機身 但一般打磨 不是很強的 但這隻 你看到他 底板上的打磨 或者鎖方面的 他的 修飾的指數 都算是屬於不錯 一隻 人所共之得獎無數的 LP Mero的 自動計時機身 整隻手錶有自家機身 有這麼多東西玩 有這麼漂亮的設計 有大壓力 有計時 Size各方面都不錯 絕對我認為 是市面上 性價比 最高的 軍事味道 或者空軍主題的 是一隻的自動計時機身 因為同樣的價錢 即是 這樣的樣子 同樣的價錢 如果你去買IWC 你只能夠買到 ETA改的機身 如果你買自家機身 除了SANIF之外 這個價錢 我真的想不到有哪隻 可以做得到 因為 差不多價錢的 自動計時的碗錶 譬如 G-Park 它有沒有空軍味道 JJ LeCro 他也是 沒有這麼強的 空軍感覺的 標的 因此 在市面上 可以跟他 困的 我認為 當然是IWC的 計時 但剛才都說了 價錢方面 他在二手方面 一手 就不便宜 二手 他又低一節 是 加上 勞力士 的 加持 因為有 地通拿 親戚 因此 整個標 各方面都不錯 但是 市面上 你不會看到 有很多人帶 或者很多人有 這隻標 因為一手 都不是特別多 人買 因為一手 比較貴 如果要改善的地方 我認為如果要改善的地方 我真的不是特別想得到 因為他 都很 簡單的設計 有些人就 說不如換支紅色針 但我覺得 如果真的純粹軍標感覺主題 就沒有那麼多花神 黑白兩色就夠了 再製作多多顏色 就算IWC也好 他那些Big Pilot 整個字是綠色 整個字是藍色的 很奇怪的 你如果想玩真正軍事味道 就黑色白色 兩隻顏色就夠了 最好那些黑色就不要做到那麼漂亮 日子久遠又變了啡 就是最佳的味道 其餘一切太多 都 實在太多了 今天講一講一講 原來都講了百分鐘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的頻道 有機會跟大家繼續介紹 不同的換錶 多謝各位